好 那康槐大哥 所以你一個月給他八萬塊 我現在是這樣 當時結婚之後 他就講第二月就要八萬塊 那我說我現在沒有八萬塊給你 因為我都在公會 我所有的在運用的公會 公會的運用 我互相有交流 我們拿我的錢出來運用 我說我們要給你 要你就來工作 他說我工作 好了 工作不到兩年半 三年 把我所有的員工全趕走 多少員工 有六七個 多數人家這個有問題 這個有問題 全部都有問題 我之後想說大概是我有問題 怎麼會這個樣子 但是我又不應該講話 一講話他就跟我吵起來 你知道最怕的時候 我們在睡覺的時候 這個女人地下 那你就睡眠不足 那心裡就不舒服 所以我就懂 你沒睡過了 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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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忍耐 沒辦法 所以他的一些事情我都忍耐 好了 我覺得他是因為愛我 才會就懷疑我有女人 但我後來有天發現 他不是愛我 他跟別的男人在這一塊 嘻嘻哈在打架 我朋友打電話給我 慷慨 你的那個老婆在跟人家打情罵 敲在那邊喝咖啡 真的啊 在哪裡 在那個醫生什麼回味 在民生東路口那個 金路口有個咖啡廳 在那邊吃飯 我看著他 我真的啊 你要不要過來 我過去幹什麼 不不 我知道就好了 就這樣 他可以做的事情 我不能做 這就是不一樣的 可是呢 到了我的年齡 什麼都算了 他都這樣 那慷慨大哥 你把所有的財產 真的都交給他管理嗎 我所有該有可以交給他 交給他 但是我有些東西 不能交給他 還沒交給他 那要交給他不是指定了嗎 你現在看到我也許是在 你說他拿走人 拜託 哪個我們便當 他拿走了你四五百萬嗎 他是我把我的錢 我在做股票 把我錢 用他的帳戶來 本來是我的帳戶 轉他帳戶來做他的股票 股票那時候我做股票是 平常講還不錯 每年都賺三十萬到五十萬 跑不掉的 對 賺到就跟著裡面 就越來越多 完蛋之後這個錢 他就拿去用 拿去用那個拿去用掉 可是我一天到來給他賺錢 我在一天到來研究了股票 怎麼樣走向怎麼樣 賺錢 所以我現在目前還不錯 只要有股票 只要我有錢 股票我一定管得錢 那你們離婚了沒 沒有結婚怎麼離婚 你們不是在六五皇宮辦婚禮嗎 他沒有跟我到戶政登記 就不叫結婚 以前只要有公正儀式 要結婚 現在不行了 這種改變以後 所以你必須要登記 我要跟他登記 所以沒有登記 我要跟他登記 他不跟我登記 他為什麼不跟你登記 他說登記幹什麼 我爸爸跟我媽媽就沒有登記 你還登記幹什麼 我說不用這樣子 我們這結婚要給人 四大十結婚 人家都是你說我老婆 我是你老公 我們要有登記 孩子問我 孩子到護我疼不忍 護我疼不忍的聲音 你是怎麼樣發現說 他其實是另有婚姻 他的那個老公姓楊 跑到臺北來告他 跑到哪裡告他 大安分局 我住到大安分局 大安分局告他 在這邊有個刑警 跟我很說 一看到這個案子 你犯重婚稅 就跑來跟我講 慷慨 你犯重婚稅 我說我怎麼會重婚 我說娶一個 曹雨婷而已 怎麼可以重婚 我沒娶第二個女人 他說不是 曹雨婷在美國有先生 又跟你在一起 你也犯了重婚稅 我會嚇一跳 這時候你才知道 他其實有婚姻 對 你有看他證件嗎 那爆燃症那麼大 他還在拍了 跟他一起買菜的 在那個 去買菜的東西 照片都有 他沒有 我現在可以把他資料拿給你看 網路上都有他資料 他還不承認是他的 所以人家是說假的 那你有沒有質問他說 為什麼你有婚姻 為什麼還要跟我結婚 他說我沒有結婚 我沒有啊 我跟他沒有婚姻啊 我說什麼叫沒有婚姻呢 沒有婚姻 為什麼要告你呢 他說我跟他沒有感情 我們分開了啊 沒有感情分開就分開了 那請問一句話 那個 那個 那個我們結婚是假的 他那結婚也是假的 我是真的是假的 他這是真的 你不解決 怎麼能再賺我們結婚呢 最後為了結婚的時候 他沒有錢 他只有三萬美金 我還錯過了把股票錢賣七萬美金給他 就十萬美金解決這個案子 解決後來懷疑之後 趕快去登戶人機 取消 結婚一事 已經取消掉了 他就離婚就空白的 我現在空白空白的 你去查查看 當我跟他結婚那天 他是不是 他是不是身份重的 配我來 有那男的名字 有啊 他敢這麼做嗎 不敢 我最笨在哪裡 我朋友講 你好笨的慷慨 你問他 你簽個登戶戶口之後再結婚 我說你真的講得很對 我都沒想到這一點 我說大陸大陸被他蒙 先登記 先登記結婚 再舉辦婚禮 對 再辦婚禮 這就對了 我是簽辦婚禮 結婚沒 辦婚禮有多少座 大概四五十多吧 五十座 我現在很多朋友看了 很多人來跟你說話 我朋友看完之後 真的罵我 全拍丟了 全泡水了 他朋友那麼多座 是來看笑話 我跟你講問題在 本來要辦七十幾座的啦 那個地方不能容納那麼大 空間不夠 不夠啦 才能辦四十幾座 要辦七十幾座去的 他真的是 怎麼樣 你怎麼樣 你覺得我很難過是不是 你看了我很難過 四五十座已經夠那個 四五十座 你把我看太扁了吧 我沒有看你扁 我整起四五十座 我還換什麼 我跟你講 我有到跟你講 可以弄了一百座 我蠻想說一百座 康愷大哥的號召力沒問題 一百座沒問題 我男女朋友很多啦 那你這樣花多少錢 在六五王宮 花兩百多萬 兩百 快三百萬 前那個拍照啊 都他們弄起來 大概三百萬 很風光啊 我覺得你相信他是 他有結過婚嗎 你怎麼可能會相信 他敢這麼說你相信嗎 不可能會相信嘛 是 就確實有 人家對你相信 你想想看你十二年的紅包場裡面 最紅的這個歌星被他取走了 他在演藝公圍 平常先講他 你看以他的人的話 我們來討論說他的心理狀況的話 他的這個 他只自戀 依戀跟依賴 就注注注定他就是一個多情的種子 你知道嗎 怎麼會 我哪來播種 從年輕到老 都是這個樣子 都是女孩子 但是問題他都認為說 這個兩性 女孩子都送上門啊 不是 你看他第一個老婆多好 他都現在是好朋友對不對 我第二老婆是很好啊 他每個老婆都好 那本來是不好的是你 你懂我的意思嗎 是我不好 而且你知道他為什麼不跟你結婚 他二十七歲 你說他當我二十七歲 為什麼還要我 你有錢啊 不是沒有錢拿啊 我不會再想像他們有錢 而且你說他 他就是已經重婚 他才不敢跟他登記 所以他拿出來 你拿錢出來擺平了以後 我沒有 後來是因為事情發生以後 找律師 美國律師 來解決這個問題在的 律師講說 他不拿十萬 看人家不簽字 你拿錢的 我拿七萬 對啊 所以不是你拿錢出來消災嗎 不是我消災 我哪裡有說錯 我沒有消災啊 他錢都他管的 是在他帳戶裡面 不是你的錢嗎 是我的錢在他帳戶裡面 用他帳戶 對啊 你們不能結婚啊 所以拿出來以後 就把事情解決啊 所以就是花錢消災啊 不是我花錢啊 我幫他消災啦 不是我花錢 不是你的錢啦 我看你是 聽不懂 你才聽不懂 我一生災難 你不去救我 還就救我消災 你哪裡什麼災難 我看你熱得很耶 我告訴你句話 現在很熱 脫離苦海 為什麼現在很熱 現在沒有包補 沒有沒有沒有那個 那天我念念念念念念 你知道那個那個 就打聲打樣 打久了以後你就麻痺了 這樣就 我被他 我被他加暴兩次耶 加暴兩次 一次加暴打了我頭部血 為什麼加暴 是我為了我們會晤人員 我說到會晤人員 你不要這樣弄 人家做得好好的 他不行 啪啪啪給我打了 什麼人打我的 高雲先生在後面 好奇的打我 不是打 我的同學 我一出來 他要打電話給那個警察 有人家暴 有人家暴 警察跑來一看 這樣一看 誰家暴誰啊 我說他家暴 你要怎麼樣 你要什麼 要寫不寫 家暴 那你們自己事務員 我走了 他們兩個走掉了 警察走掉 他打了 我的女兒也看到 我的表掃也看到 他打我 整天都選 我就拍照片 他哪裡受傷 你哪裡都受傷 我鼻子流傷 眼睛 眼角也流傷 打成我這個地方 整個腦 腦的震盪這邊 這樣情況 都流血 臉部有血 這邊有血 這邊眼睛也有血 這頭流血 他用高跟血的 那個腳跟打你 對對啊 你說那多厲害 為什麼 就問我公公會晤人員 說我跟他有一手 你跟誰有一手 說我跟會晤人員有一手 會晤人員 有一腿 會晤人員有一手 我做理善 怎麼可以跟會晤人員有一手 兔子不吃窝邊草 怎麼可以做這種事情呢 這就那女人哥就沒有了 慷慨的人員太好了 他真的很會做人 不要啦 不要再講 我對你還不錯 我們不管他這個私人的 這個 能當選演藝公會理事長 一定是人員好 而且他當年的確 因為他當選以後 我們都看得見 他當時也是為這個演藝 劍的人爭取很多的福利 這是真的 那都應該的 到現在也如此 來我們先休息一下 警告報告